蒙古国有丰富的石油资源 军队只有8000人 美国为什么不敢入侵 咱们都知道美国霸道 把世界资源看作自己的囊中之物 欲取欲求 像阿富汗 叙利亚 伊拉克这些国家 美国都曾以各种借口烧其战火 不为别的 只是皮肤无罪 怀必其罪 美国就是要控制石油 以此来巩固美元及其自身的地位 那么蒙古国同样石油资源丰富 军队只有区区8000人 相比反扑强烈的叙利亚等国 难道不是更好拿捏吗 美国为何从来不曾侵略过蒙古国呢 首先要说的是 蒙古国地理位置的优越性 蒙古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内陆国家 既不具海外侵犯 又不见边界纠纷 北面与俄罗斯接壤 剩下的三面则都与中国相对 地图上看来 可能跟西面的哈萨克斯坦略近 可其实彼此之前还隔着10公里地 没错 这10公里的领土便是属于俄罗斯的 这可真是被俄罗斯和中国 糊得像铁桶一般 容不得美国进犯半点 毕竟要打蒙古 肯定要先过了中国与俄罗斯这一关 这一关又绝不好过 要知道 中国和俄罗斯都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军事实力更是排在世界前三 美国根本不敢随随便便这面硬钢 更何况 越过中霍俄去攻打蒙古国呢 当年抗美援朝都把老美给打回去了 现在美国岂不是更得掂量掂量吗 也许有人要说 攻打蒙古国也不一定非要陆战 一个洲际导弹过去任谁也扛不住吧 这个方法倒是可行 国际法虽无明文规定 可在国际上却有 高于地面40公里 且低于人造卫星 最低近地面的区域 都属于国际空间的一个共识 洲际导弹的确可以做到 美国也确实有这个能力 但美国还不一定愿意攻打蒙古国 这又是怎么说呢 一个国家的行为 大多是从自身利益出发 战争也是如此 如果没有利益的纠纷或趋势 那么战争要出现也难 而蒙古国本身并没有什么利益可图的 地形上看 蒙古国境内从北至南 多为高山草垫 原石森林 草原和戈壁匡漠 这几种地形本身不占什么优势 再者 蒙古国经济发展也一直不怎么景气 一个国家 还没有咱们蒙古一个省的GDP总量高 就连唯一让人眼红的矿产资源也就是石油 这东西要运出去 还要经过中国和俄罗斯的领土 真就是战了 又有什么用 又拿不走 基于以上理由 美国发动战争得不偿失 还惹一身麻烦 自然不会想要攻打蒙古国 另外 即使是实力恐怖的美国 因为侵犯中东地区 还惹得被恐怖分子袭击 01年的911事件就是一个例子 如此到处进犯天怒人怒 美国难道不怕蒙古国如法炮制 再来这么一出吗 可能蒙古国自己也知道大环境安全 所以全国军队只有8000人 作用也就是维护一下治安 有趣的是 蒙古国虽未曾领海 却有自己的海军 当然人家也不是闹着玩的 这对海军的存在 是为了维护酷苏乌尔湖附近 巡石油的运输安全 至于国防 这笔军费省下来 还不如发展一下经济 当然人家蒙古国不一定是这么考虑的 只是事实就是蒙古国的安全 完全掌握在中国和俄罗斯的手里 自身对国防的态度非常佛系 蒙古国没有保护自己的实力 这就是一个不安全因素了 数据不好听的 万一俄罗斯和中国之间有什么摩擦 第一个遭殃的就是他蒙古国 不过 且不论中国和俄罗斯 现在还是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就算将来真有了什么 怕是也难到交战的第一步 而且蒙古国作为中俄之间的缓冲地带 双方处于自身的考量 也绝对会维持目前的平衡 以避免直接产生什么领土纠纷和边界矛盾 中国一向爱好和平 俄罗斯无事也不会进犯 反倒是美国因着中俄的利益 不敢随意进犯 说到底还是好事一桩